大家好,這次帶大家去看一個深圳龍江區的樓盤 樓盤名叫做輪行中心廣場,位於陸藥站,大概步行兩分鐘的時間 我看到有海底撈的,已經開了 商場已經開了,最主要的部分已經開了,ICT 都是一個看下去,不錯的商場,這裡有酒店 東城中心花園,三旗 有小高層,有高層,有中間的層數 很多,很多圓花 後面這陣子的商場,其實還未開到 靠近少有用心,這隻都還未可以 賣點除了在近處的地鐵站之外,商場方面的配套做得非常好 不過這條影片不會說它的商場 我們先來看它的示範單位 可以從模型這裡看到整個規劃有高層和小高層 現時在售的就是高層的單位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綠藥站不算是龍江區 去羅湖和福田比較快的一個站點 但從規劃上,基本上它可以起到很多大型規劃的樓盤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這個區域裡 比較多一些可以構成改造的地塊 由一個宣傳影片我們可以看到,主要的賣點就是 包括男主人超早上班的交通非常方便 另外,全家人在區內的一個商場上的消費 也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看示威必須會經過它的圓林 我們就覺得它的圓林做得很寬敞舒適 在這裡的圓林做得不錯 那其實現在要在一些城市區裡 要做到這樣的,這麼舒服的圓林也不容易 因為地的空間少了 再來給大家看一看 它角洞樓宇之間一個密度上的分布 個人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它那個排L型的設計 其實高樓之間互望的機會不算很大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樓宇外觀不算是用了一種很奢華的設計 但是它在那邊就近一點 它在那邊就有很安全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升降機的內部是比較平實一些 不會說很浮誇 出了升降機之後已經可以欣賞到外面景觀 那也算是挺開揚的 先來看一個有裝修的示範單位 我一再強調其實我自己就不太喜歡這一類粉飾過的示範 因為畢竟它未必全部的裝修是交這個樣板給你 首先在入門口位置有一間細房 都放到細箱人床那個大的衣櫃 大家可以看到我故意在現場的時候壓低了錄音 還有拍攝也有點鬼暑 因為其實那位帶我們進去的那位小姐說 其實這一類的示威都是不可以拍攝的 古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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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大概一百二十幾個平方左右 總共的景觀就是這樣 這裡的單價養望是四萬三至四萬五左右 這個單位的景觀算是比較漂亮的 兩邊都挺開揚的 望來源也不太差 另外B景觀望來源也不算太迫結 OK 這個主人房的套房的洗手間 再加上望到景觀的浴缸位 其實都算得上奢華 不是只有裝修 而是它的面積加上 一邊沖著涼一邊望出去的開揚景觀設計 客廳裡面這個露台位都是值得一讚 走近一點看看 夠闊落 下條影片我們會看這個盤裡的一些無闢房 另外還會遇上了我們拍攝非常盡窄的禮儀小姐 另外除了看視位之外 當然也要看它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商業配套 這裏是一個上面是兩個商場位的接駁 下面這個位置是做了一些兒童玩樂區 我見到一個銷售中心 二月樓 有一間回轉壽司 下條影片見 拜拜